第1882集 持久战即使最后能够胜利 也绝不是叶晨希望见到的 万通一边恢复着身体 一边竟是对叶晨赞赏的笑道 好恐怖的一件 若是在平常 我应该已经死了吧 即使是现在 回忆起刚才面对那一件事的感觉 万通全身肌肉 都还在微微颤抖着 那一件之中 万通感受到了死亡 许久许久没有感受过的死亡 不过他的颤抖 却是兴奋的颤抖 而不是恐惧的颤抖 这种面对死亡的刺激 才是万通一直在追求着的 只有这种刺激 才能够让他早已麻木的灵魂 再次泛起一丝波澜 只有面对死亡之时 万通才能感觉到 自己还活着 万通有些迷醉地微笑着 可惜呀 我们的战斗之地 是在这藏魔之地 野晨你不知道吧 我被人称为血刺 为什么会被称为血刺呢 因为我是第一神国 千万年来的血道第一天才呀 能够将血液之力 直接吸入体内 用意攻击的 而这无数被魔门大阵 唤醒的魔族尸体 在其他人看来 可能是废物 对我而言 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 只要将这尸体之中 残存的一丝精血 化入体内 不仅我的力量 会得到大大提升 连伤势 都能够极快地恢复的 他突然露出一道 邪义的笑容道 野晨 若是想打败我 你还要更强大 更震撼才行啊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了 继续让我感受死亡吧 该死 听到万通的话语 野晨低骂一声 某种意义上 此时的万通 就和上古石煞宋泽一样 在这藏魔之地中 近乎不死 他倒是也不得不 佩服起万通的血道天赋 要知道 万通这样的做法 即使有无数尸体支持 也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甚至比林觉龙的那种变态 吸收都还要可怕几分 毕竟强行吸收这么多血气 还是魔足血气 进入体内 几乎是百分百 要暴体而亡的 最少也是要重伤的 可万通却不知为何 竟是能直接将血气 转化为攻击 让身体处在一个 不会崩溃的平衡之中 他甚至连自己受到伤害 需要多少血气恢复 都计算清楚了 如此一来 才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但即便如此 比恢复 野晨自然不怕 他有信心 能将万通镇压 可他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这时 见野晨没有动作 万通身形一动 竟是直接朝着野晨扑来 原本被万通吸收了数万摩尸 空出来的地方 此时竟是又爬出了 无数奇形怪状的身影 而这身影出现的瞬间 再次化为滚滚紫黑色血核 灌注到了万通体内 他手中的三棱刺 爆发出一道紫黑色的光芒 而野晨却是目光闪动 突然身形一动 竟朝着后方飞退而去 万通微微一愣 随即面庞之上涌现一道怒容 野晨退了 竟然退了 怎么能退 继续攻击啊 继续让我体验死亡啊 他狂吼一声 周身遍布紫黑色光芒一起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道黑洞一般 更多的魔族尸体融化为血核 灌注到了万通体内 而万通的速度也在瞬间暴涨 他竟是不顾着身体崩溃的风险 也要追上野晨 逼野晨出手 而野晨一边暴退 一边疯狂地凝聚着体内的一切力量 赤尘神脉和凌峰神脉运转 悬艳汇聚周身 无尽魔气滚滚 狂暴的距离凝聚于一点 以力之道加以操控 真武之意与杀之道结合 爆发更强的力量 焚血绝 神魔轮回绝 极限运转 神血轮回血脉 与天妖之体等等绝强血脉 激发激发 再激发 既然极致一剑 无法将万通彻底泯灭 那么就超越极致 就在这时 紫黑色人影在野晨身前一闪 万通竟是已经追上了野晨 他狂笑道 这样你就没法躲了吧 手中三棱四紫光暴闪 狠狠地朝着野晨砸去 轰隆一声巨响 雪光暴闪 强大的风压席卷四周 将无数魔尸吹得身体破碎 飞向远处 而万通面上的笑容 却是猛地凝固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血顺着三棱四流淌在地 鲜红的血 这一击竟是直接贯穿了 叶晨的胸口 在其胸前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叶晨竟是不闪不闭 直接承受了他这恐怖一击 突然一股绝强的力量从万通的手臂上传来 他面色一变低头看去 只见一只手宛若铁箍一般 牢牢扣住了万通手腕 那是叶晨的手 怎么可能 饶式心理素质极高的万通 都是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承受了这样一击 没有死已经是奇迹了 竟然还能抓住自己的手 而且那力量是怎么回事 直接感受到叶晨体内涌动的距离 万通的脑子都要炸裂了 就在这一刻 叶晨眼中猛地爆发出一道耀眼至极的金光 爆喝道 你不是要体验死亡吗 不是要让我攻击吗 那就体验个够吧 他死死地抓着万通 手中常见血色符纹 仿若燃烧起来一般 爆发出刺目血盲 这一刻 叶晨将自己的种种力量酝酿到了极致 融合到了极致 甚至连遭到那致命的攻击 叶晨都没有闪避 为的就是要不顾一切的冲击极限 这一剑 叶晨就要将所谓的极限直接斩破 唯我灵霄 徒神破天 长剑扬起的瞬间 万通的眼中仿佛只剩下这柄长剑 他的心跳疯狂加速着 血液近乎沸腾 眼中是无比无比的痴迷 这就是他想感受到的 这是与死亡最为接近的一剑 时间仿佛放缓 万物为之静止 就连那无比迅疾的一剑都是渐渐的变慢了下来 原本还面现痴迷之色的万通 眼中却是骤然涌现出无比的恐惧 他终于怕了 这一向追求死亡的万通在这一剑面前也忍不住恐惧了 轰隆一声 万通被夜沉抓住的那只手臂直接化为血雾爆碎 整个人也是化作一道紫黑色残影 朝着后方抱腿而去 其血道神通不顾后果的施展着 无尽魔尸都化为滚滚血合 灌注到万通的体内 这么做可能会留下极为严重的后遗症 可此时万通知道顾不了那么多了 生死就在一线 下一刻几乎没有时间间隔 夜沉这一剑的剑芒便直接狠狠地轰击到万通的身上 而万通周身已经被浓郁至极的紫黑色血光包裹 那血光宛若蝉涌一般化作防护 剑芒与紫光轻刻横撞 没有预想之中的暴响 震荡而是无声无息的 那紫色蝉涌一般的血光 那凝聚了无数天魔精血所化的血光 在这一剑之下竟是无声无息 直接化为了粉末消散 这一剑狠狠斩在了万通的身上 一股宛若蔑视海啸一般的距离 与凛冽到无法形容的剑意 涌入了他的体内 将他的经脉骨肉内脏尽数搅碎 万通的身躯疯狂地朝后倒飞而去 一边倒飞一边疯狂崩溃着 他狂吼狂吼再狂吼 不断吸收着这魔葬之地中的无数魔尸 却根本无法赶上身体崩溃的速度 轰隆一声 万通的残躯将一道巨山直接撞为了粉末 整个人埋葬在了那沙尘之中 叶辰轻轻地喘息着 浑身已经被汗水和血色尽透 刚才那一击即使是他施展出来也极为勉强 若不是在关键时刻轮回墓地的灵天剑神 释放了一部分力量保护自己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还是近来这段时间 叶辰不断与志强存在交手 无形之中吸收了无数战斗经验 武道感悟才能做到的 而此时周围的魔尸已经屈指可数 看来即使这藏魔之地埋葬着海量魔尸 也经不起万通这样吸收的 这一片区域的魔尸 应该已经被他所耗尽了 叶辰身形一动便出现在了那座 化为了粉碎巨山之前 手一挥 沙尘飘扬露出了埋葬在底下的万通的身影 叶辰俯视着他 万通承受了那超越极致的一件 竟是还剩了一口气 这第一神国万年来的第一穴道天才 看来绝不是自夸之言 不过即使活着也是无比的凄惨状态 万通的身躯几乎已经完全粉碎了 只剩下了部分上半身 连四肢都彻底消失了 他浑身气息极为衰弱 现在的万通恐怕一个凡人 都有能力将其置于死地 但叶辰却没有立刻动手了结他 万通艰难地向着叶辰看去 竟是还能露出个无比难看的微笑 开口道 叶公子应该有什么要问我的吧 叶辰淡淡道 是谁派你来的 万通道 我是来自第一神国 排名第三的杀手组织 血刺的第一杀手 血刺万通 至于叶公子想问的 应该是委托我们血刺 刺杀你的客人的身份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的 哦 叶辰的目光寒光一闪 那就是没有任何用处了 说吧 叶辰脚一抬 就要朝着万通踩去 叶达脚一抬